你觉得王者哪款皮肤最稀有吗 第五 黄金系列 只有当年在S3到S7赛季 打上黄金都未才能获得 要知道当年打上黄金 难度不亚于现在打上荣耀50星 而且还要每个赛季的段位都满足了台能获得 所以只有那些有一定技术水平的骨灰级忠实玩家 才能凑齐整套黄金赛季皮 第四 薔薇系列 薔薇商店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开启 而且薔薇自行只能通过完成厌务获得 并且每次获得的数量非常有限 我玩的八年王者也只拥有了其中两个 属于有钱也买不到的系列 第三 典长系列 虽然属于王者的常规消费商务 理论上只要有新玩家流入 或者老玩家消费升级 都可以给该系列提高增量 但是高昂的售价以及看联的获得方式 直接劝退了大多数人 不过在王者荣耀国际服就不一样了 现在注册就送传说皮 完成业务最高额可得一万点卷 荣耀水晶还不是随便换吗 只是在选游时会加速器安装机给畅玩 快去试试吧 第二 联名系列 因为涉及到高昂的版权费用 而且这些老的联名皮肤的技能特效 但在目前来看也确实失去了竞争力 而商人都有主力本质 所以反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以其花大价钱续圈版权 倒不如多推出几款新传说来得更加实际 因为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 第一 新会员皮肤 孟奇的天降福星 不仅要求你的干好 去完成大量的升级任务 而且还要求你的甚好 因为对于很多消费了100多万点卷的土豪玩家来说